9月份了 很多同学都开学了 那么平时在宿舍大声练声的话 难免会吵到我们的同情的室友们 那么今天艾米老师教大家 几个无声的方法 来去提升我们唱歌的水平 喜欢艾米老师也记得 点赞关注加收藏 每天跟着艾米老师 一起来进行我们的无声练习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发一个丝 现在跟我一起双手插腰 我们来匀素的吐丝的长音 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小腹 去推动我们的气流 好 然后呢 我们把丝的长音变成跳音练习 这是第一种丝音练习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狗喘气练习了 我们来发一个 把我们的舌头松掉 提起我们的笑肌 好 每一次练习2-3分钟 我们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吐气量和我们的吸气量 一定是均匀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三个呢就拿起我们的一张纸巾 找一张餐巾纸啊 轻轻的捏住一个脚 然后呢放在你的前面 把纸巾吹起来成为45度脚 越长越好 不要让这个纸巾啊 这样轻易的掉落下来 那么每天练习5-10次就可以了 那么这可以锻炼我们的气息的稳定的能力 大家赶紧练起来吧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加收藏哦